为什么只有你记不住纸板上的音间呢 因为你靠的是大脑的死记硬背 我靠的是手指的肌肉记忆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指啊 我把Doremi Fasola Sido这八个音啊 给它分配到了四根手指上 只要你的手指是这样去分工的啊 你就可以把整个纸板的音间呢 都给它轻松的串联在一起 来咱们看一下啊 找到五弦的三品啊 这个音是都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用十指给它按住 根据手指编号 无名指弹ray 然后呢 找到四弦啊 用十指去弹咪 中指弹发 小拇指弹tho 咪下面这个音呢 就是拉 同样用十指给它弹响 无名指弹西 小拇指弹高音的do 然后把十指放到高音do的位置上啊 继续如法炮制啊 无名指弹ray 十指弹mi 中指弹发 小拇指弹tho 十指弹la 中指弹西 小拇指弹高音的do啊 把这两串连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啊 只要按照这个编号 你也可以做到 然后呢 大家还有知道一个常识啊 在吉他上 六弦与一弦 在同一品格上是同样的音名 也就是说啊 只要这个音是do 那么同一个位置的六弦也是do啊 只不过他俩是相差了两个八度 既然大拇指的位置是do啊 就一定要用十指给他弹响啊 根据手指分工 无名指弹ray 然后十指弹mi 中指弹发 小拇指弹tho mi下面就是la 用十指弹响 无名指弹西 小拇指弹高音的do啊 然后用十指分到小拇指高音do的位置上啊 不管是什么do 只要是do啊 就用十指给他弹响 无名指弹ray 然后十指弹mi 中指弹fi 小拇指弹so 十指弹la 无名指弹西 小拇指弹高音的do啊 这两串音线给他连在一起啊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OK如果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以便反复学习啊 一定要像我一样 给手指进行明确分工 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 不要忘了关注我啊 我是玩乐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 自学经验的分享啊 跟着我学习吉他其实很简单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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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